各位同學 大家好 我們是大天神來 今天我們要介紹的主題是 吸食細膚 解除與運動 首先我們要講的是我們做這個專題的研究東西 我們會想要做這個專題 是因為我們每次轉移和午餐 看到我們午餐裡面就會吃下非常多的處理 就會覺得還不想浪費 我們去探討這個問題 你發現這其實是在於學生對於運動午餐的不了解 以及對於運動午餐的理解 所以我們希望能夠消除他們的理解 接下來我們做的是收集資料 這是我們在網路上查到的新聞 首先就是新北市這些一千的國中 他年產會有1000公噸的數量 然後再來是一百所有的台北學生 他年產值會到高達1.87億元 然後是這麼多的處理 等於我們全台所有人可以一人拿一個面倒 所以我們希望能夠解處理從校園開始 然後我們先做的是訪問老師 我們先訪問的是我們學校的衛生組組長 佩蓉老師 那我們討論出來的結果則是 每班他的處理量每天都不同 而且每班的口味也都不起強烈 那我們接下來討論的伊邦老師 以及孟蒂老師 我們討論出來的結果則是 因為我們現在吃的low and low 就是都比學校一樣的餐好 相比起來就不會喜歡吃一定的餐 那還有就是 現在大概都不會餓的時候 我們就不會學生起司 接下來我們進行問卷調查的部分 問卷調查我們主要是為了調查學生的想法 這是我們的問卷 我們主要是調查學生對於營養午餐的印象 以及學生對於倒數魚的多寡來進行調查 我們先對於有沒有吃學校營養午餐情緒的調查 雖然沒有吃營養午餐的佔少數 但是我們還是去調查他們的原因 那就是 八年級營養午餐的 七八年級的 口味上的分別 大家都已經覺得營養午餐一般吧 那我們也調查了 教師處理量的多寡 發現八年級的處理量很少 那我們也調查了 每個人到處理量的多寡 反正其實七八年級有快過半數的人 到處理量是少的 但是其實還是有40左右的人是很多 到處理量是多的 所以大家都覺得營養午餐菜色不同 所以處理量會剩下很多 我們做完問卷調查之後 我們就實際去班上 紀錄處理的攝影狀況 我們拍了四個班 七年級兩個班 八年級兩個班 我們可以明顯看到 七年級的處理量比八年級多 然後我們就是可以看出來 每天的處理量都是因為 當日的菜色不同 所以有多有少 然後有的班級是每天幾乎吃完 但是大部分的班級 都會剩下很多的處理 然後八年級的處理量比七年級少 然後我們收集完之後 我們就深入去了解營養午餐 我們第一個做的就是 參加學校的午餐會議 然後這個部分在招會的時候 我跟同學報告過 所以很簡單的擺過 我們參加學校午餐會議的目的 就是要了解學校與營養午餐 是如何討論事項 然後我們的結論就是 學校只有一套完整的程序 而且老師更將學生擺在第一 然後再來我們也去參訪了午餐公司 這個部分在招會有講過 我們是在今年的年初去參加 去參訪午餐公司 我們去參訪了上下午餐公司 和紅油午餐公司 然後在參訪的最後呢 我們訪問到紅油午餐公司的經理 然後我們在訪問的過程得知 我們所有的食品都是經過嚴格把關 然後關於廚餘的部分 大部分的廚餘都是 就是回收之後都是分發給養豬戶 然後我們的結論就是 原來我們一天的營養午餐 是經過很多人的努力 所以才有 一道道的法官才有這個營養午餐 然後兩家午餐公司也有 非常完整的生產動線 都把食品味成安全擺在第一 接下來我們今天的召喚宣導 召喚宣導呢 就是要告訴大家 營養午餐完整的製作過程 然後並且 呼籲大家 減少食量 那就是我們的結論 心得 就是說 我在瀚島的營養午餐 大家都會覺得一板煩 然後 在相調之下 就會覺得營養午餐比較不好吃 那我們也發現 午餐的確不美味 因為它 都是長期 就是要悶著過來 希望大家也可以多接受 營養午餐 介紹學校的處理量 那之後 呼籲大家 吃多少吃多少 不要偏吃 不要挑吃 然後剩下很多處理 謝謝大家 感謝第一組帶來的發表 歡迎 北三周 北三周的我們的洽宿兵 八年懲班 劉宇傑 洪偉琴 莊爵 彭杰 立亞璇指導師 陳日慧所帶來的 普蘇直課 校長 主任 各位老師 各位同學 大家好 我們是八年懲班 專題研究的一組 今天我們要報告的主題是 普蘇直課 我們的主任 洪偉琴 黃宇傑 莉愛安全 指導老師 陳日慧老師 目錄 我是周全 我今天要負責報告的部分是 研究動機 研究目的 跟研究方法 我是劉宇傑 我今天要負責報告的是 研究結果 和結論 研究動機 是因為我們發現 有些人在生活當中 很多人都很習慣使用塑膠袋 尤其是在買東西的時候 大家都會向店家說去塑膠袋 可是很多人都不知道 這樣小小的一個主動 正在1.16 毀害我們居住的地球 這讓我們意識到 我們必須要環境做一些事情 然後 如果我們再不開始付出一些行動的話 那麼 最後得到幫人的也會是我們 所以我們想透過這次的專題研究 做一些有利益的事 並想讓大家願意真正為環境付出 研究目的有兩項 第一項 具體時間調整角度的同學 在生活當中更結束的可能性 因為上次 今年新生物的燈車 店家部的免費提供錄標帶 啟動了我們想要更深入了解 大家對於 這部新燈車的態度級看法 一項方法 關於我們題目減速的研究 我們用了以下兩種方法來研究 第一項是減速行動 我們要請全班一起時間 一週不用或少用塑膠袋的計畫 然後在每天放學的時候 統計 有用塑膠袋跟沒有用塑膠袋的人數比例 第二項是問願調查 在這個活動結束後 剛好今年新生物的一個政策 店家部的免費提供購物用塑膠袋 那這個政策剛好跟我們這次的主題符合 所以我們想要對班連擊做問願調查 然後了解大家對於這部新政策的看法 研究結果的第一部分是減速行動 我們先統計一個禮拜有使用塑膠袋 或沒有使用塑膠袋的人 然後發現一個禮拜有一半以上的人 還是習慣使用塑膠袋 但是有接近一半的人 可以做到沒有塑膠袋 但那時候我們忘記時 詢問有使用塑膠袋的人 是不是重複使用 所以我們相信 沒有使用塑膠袋的人是更多的 然後第二個部分是問卷分歧 第一題我們問大家說 現在店家不能主動提供塑膠袋 那購買物品時 你還會跟店家所取塑膠袋嗎 然後有過外數的人都願意為了改變環境問題 而先造成塑膠袋 雖然雖然有些人是真的 可以忘記帶來自我專業 然後帶來養成習慣 就可以變得越好 第二個問題是 你對這項新政策的態度如何 然後有一半以上的人都 表示願意帶著這個新制度 可見大家都很有方法的想法 第三個問題是 你會不會因為這個制度而自卑帶著 有過外數的人都願意自卑帶著 所以大家都很願意為了環境做難免 然後最後一題是 你還會做什麼更加弱實檢視 那這個問題很多人都回答 一般大家都知道 而且可以做到 但卻無法真正做到的事情 像是減少美食餐具的使用後便裝水等等之類的 結論 第一個結論是 我們發現大多數的人都使用塑膠袋原因是因為習慣 第二個是 很多人都了解塑膠袋對環境造成的影響 但很少人願意有決心去為了這個環境問題做些改變 第三個結論是 對於塑膠袋新制度多數同學表示贊成 所以藉由我們這次的專題 再次陸遇大家起床計的檢數 當成習慣其成簡單 然後在上禮拜有一個小虎金的新聞 它是說 在海邊發現獎金的櫃檸和挖出來都是塑膠袋 所以這讓我們再次堅持到 觸覺要在這環境造成的影響 所以希望對他多人真正落實整組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感謝第二題大學的發揮 我們歡迎北三周 給系列大學的敲心比 八年正班楊開樂 黃立成李安傑 蔡班林指導師 呼吸武所帶來的良好的讀書方式 大家好 我們是八年正班的同學 今天我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專題研究結果 是關於良好的讀書方式 研究動機 其實我們想要做這份報告的動機 就是我們覺得現在的學生 就是會因為課業啊什麼的壓力 有很大的壓力 所以我們想要藉由這份研究的結果 來幫大家整理書一套 就是可以讓成績還是課業都可以很好的量放 研究目的 我們想藉由這一次的研究結果 來幫大家就是整理出很好讀書 就是看什麼樣的讀書習慣是最好的 然後研究結果系列可以讓大家做參考 研究方法 我們就是查詢了一些關於良好讀書方法的文獻 就是資料 然後還有對八年級生的溫泉調查 然後進而就是分析還有整理出這個結果 那文獻採討 就是我們有查詢了一些資料 那第一點呢就是上課專心聽證 就是那課堂上講的知識就是過了就是過了 你就不能再提過一次 所以一定要專心 那第二點就是當要確實複習 你一定要複習課堂上所學的 要不然你可能今天沒有認真聽 然後回家複習的話你可能就是 就完全都不知道今天到底在學什麼 那第三點就是整理重點 你要整理出你自己看得懂重點 要不然即使你在課堂上抄筆記等等 你回家後你沒人聽講 你還是看不懂到底在就是 導致到底在寫什麼 所以你一定要認真聽對 最主要的就是真聽然後抄筆記 然後第四個就是解決問題 你在課堂上假如說你有不懂問題 就一定要立馬問出來 而且就是要問到真正了解的才好 要不然就是等於沒問 第五點就是善用時間 你一定要在零碎的時 你一定要就是很善用零碎的時間 就不要在零碎的時間 就是滑手機啊等等 就是 然後第六點就是請做題目 你請做題目 既可以訓練出你的打題速度 也可以讓你熟悉就是各類的提琴 提琴這樣子 你在段考的時候你就不會 這樣這個題目就很麻煩 第七點就是考前充分準備 你考前充分準備這樣子的話 你就不用在考試前 就是臨時到後這樣啊 那我相信應該很多人覺得 有時候都會有這樣的情形 所以你一定要在就是考前一定要準備好 這樣你才不會就是 這一次吧 第八點就是科目分配 你在你拿手的科目 你一定要把握得很好 但你在落課的時候 你也不能就是放棄它 反而應該要就是更加努力 第九點就是分配念術時間 這個念術時間 你可以一個人的學習速度 然後來進行就是增加 或者是調整做什麼 接下來我們要給大家看一些圖表 就是從就是八點級的問卷調查裡面分析出來的 這個我們問的第一個問題就是 是否有上額外的課 那可以看出來就是學習好的同學 大部分就是有百分之五十六 是由上一些補習班啊 或者家教等等 那第二個就是一天讀幾小時的書 我們可以看得出來說 零年五到一小時的人是比較多 那可能代表說他們上了補習班之後 然後回家就讀一點點 那可以這樣寫 但假如說你沒有上補習班 那你還是這樣子的時間來讀的話 那就不應該 所以我認為就是沒有上補習班的同學 你也可以就是讀大概一到一小時 就不會太多也不會太少 這樣當然好 好 那我們看到下一張圖 半考前多久不開始複習 那大部分的同學都是選兩週到三週前開始複習 但我認為 但我認為應該要從一個月以前就開始複習 這樣複習的東西比較多 你對課業你就不會產生那麼多的壓力 再來都是如何複習的 那很多的同學都只是看看課本 但我覺得光看課本好像不太厚 你也可以選擇就是一起把你考過的考卷 或是拿出你的自修 這樣子順便做個參考 我覺得這樣也是不錯的方法 再來 不影響睡眠的情況下 你覺得讀書的時間不夠嗎 這是覺得不夠的人 那我們看到有版比較多的是不夠 因為時間太少 那我們來看一下下一張圖 這是覺得夠的 夠的比較多的人都是覺得有做好時間分配 所以如果你覺得你的讀書時間太少 或許你可以做好良好的讀書 良好的時間規劃 這樣子你就不用他那麼在意你的壓力 或是其他的特別 再來 很多人不想去上補習班 是因為覺得浪費時間 其實當你有做好良好的時間分配 其實上補習班或與否 都覺得都其實沒有關係 因為你只要有做好良好的時間分配 不管你是不是在補習班都在學直視 都是要面對自己最好的狀態 那這是我們做的結論 每個人都有不同的學習方式 那當你覺得你的學習方式 沒辦法讓你的成績進步時 你就應該要放棄 接著去學習 或去觀摩一些同學 成績比較好的同學 他們的讀書方式 並效法並學習 或是你也可以去上補習班 但是不管你是不是上補習班 或是你在學校上課 都應該專心聽老師講話 這才是成績 這才是成績進步最大的方法 我們的分享到此結束 謝謝大家 我們歡迎第四周 第五周一中的恰致兵 八年請班林世傑、劉耀生、張家和、烏文偉、張亞橋 指導老師羅雅文所帶來的 不當言語對職務生長的影響及言證 校長各位老師同學大家好 我們是八年請班的學生 那今天我們要跟大家介紹我們的專題報告 不當言語對職務生長的影響及其延伸 那首先要跟大家介紹的是我們的研究動機 我們看過有一個人做了一個實驗 那分別是放了兩碗白飯 對他們說好話及壞話 那可以看到左邊這一張圖是快畫組的圖片 右邊這一張則是好畫組的 那實驗結束過後發現 好畫組的白飯上面長得每一句比快畫組的更加乾淨 所以我們心臟也產生一些疑問想要去解決 研究目的 我們為了要驗證剛剛那個的實驗 所以我們決定把這個念頭動到植物跟人的身上 我們決定把植物跟人 我們也對要說話 看看有什麼影響 那如果對人有影響的話 是否又能改善整個人的經管器嗎 接下來是研究方法 我們一共設計了兩個實驗 分別是種植、綠豆及白菜 都是由同一個人在同一個環境下 分別講好畫及壞畫 並每天拍照觀察其生長差異 首先是律動實驗 我們一共操作了好畫組及壞畫組 這是第一天的照片 我們對好畫組說了 你長得很好繼續保持 我們對壞畫組說了 你長得超爛 再來第三天 這是好畫組的照片 我們對他說了 已經第三天了 你超級可愛的 再來是壞畫組 我們對他說你長得超醜 我們對他說你長得超醜 再來是壞畫組的第六天 我們對他說你真是醜到不行 再來這是我們實際操作的影片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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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謝謝 id 再來第二個是白菜實驗 一樣分為好畫組及壞畫組 這是第一天的照片 我們對好畫組說了 你是最棒的 再來對壞畫組說了 你一定很沒用 一定不會發芽 再來是第三天的照片 這是好畫組的 我們大家說了 你很棒喔 要繼續加油 再來是壞畫組的 非常照顧你了 你好沒有 再來是好畫組的第六天 我們就跟他說了 你已經發芽了 你之後一定時刻完美的白菜 再來壞畫組的第六天 我跟他說了 都不會想到 焦水是白焦是不是 再來最後一天第九天 這是好畫組的照片 我們跟他說了 還好了 你越長越高 我最喜歡你了 再來是壞畫組的第九天 怎麼越長越爛 到底在幹嘛 從到尾都很沒用 所以從以上兩種實驗 我們可以得知 桃花組的生長的情形 一定會比壞畫組長得好 所以岩宇對於生物的生長 一定會有影響力 發現 首先是我們研究主題岩宇 岩宇就是人員互相互動交流當中 最方便是最便宜的方式 就像我現在對大家講話一樣 岩宇可以更快速的 將你們所想表達的事情 傳達給更多的人知道 所以同時 岩宇也成為了建立人氣關係的基礎 那透過剛才的實驗 可以發現 岩宇對於事物具有一定的影響力 如果在生活當中使用不當的話 則會造成許多的問題以及不變 結論 就是基本上呢 就是我們要和善態度面對別人之外呢 也要將讚美掛在口邊 為什麼 因為我們講話的時候 我們希望別人來稱讚我們 同時的 你稱讚別人的時候 你態度要好啊 再來要學會傾聽 傾聽的時候呢 從此的你也要 請聽完之後 你要去完全表達自己的想法 你不要去聽完之後 你直接就回家一些 五四三號 再來 不口出惡連 不口出惡連是這個 社會交流的基本 因為如果呢 你跟任何人講話 你都惡連相向 這個時候呢 你的這個社交就會非常的不好 總結就是這樣子 好 謝謝 好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各位的回家 謝謝 八年福曼 陳惠玉 蔡神芳 張寶廷 林家臣 朱宗希 知道老師陳玉瑋帶來的 如何正確的選一雙運動期 各位老師同學大家好 我們是八年福曼的專輯研究草隊 今天我們所要報告的主題是 如何正確的選一雙運動鞋 我們之所以會選擇這個主題 因為我們這一組有田地隊 以及社群隊的人員 這樣呢 更有機會也更會去重視到 有關於運動方面的議題 因此在我們深入探討運動方面的議題以後 我們覺得運動的受傷是經常發生也很嚴重的 所以呢 我們發現運動鞋的選法等等 是對運動傷害會有很嚴重的後果的 所以呢 每個人選一個運動設備的時候 要選的是非常仔細的 然後呢 我們想要這麼做的話 這可以讓人員的受傷大量的減少 也可以增加比賽訓練的效率 也可以引起大家對於運動傷害方面的重視 另外在於保健室的志工人數也是能夠大幅減少的 然後在嚴重方式的部分 我們首先參考了各類型的文件 再進行各班的宣討 以及前後側的測驗 來瞭解大家對於運動鞋購買的看法 還有在前後側 前後的宣討 是否有更瞭解運動鞋的購買方式 一開始我們是針對於各種鞋型的理教 而這就是各種鞋款的一個比較的表格 然後後來呢 我們針對到現在國中生比較常使用到 也比較需要用到的跑鞋來進行演奏 當然 要購買一個適合第一的鞋子 是要注意你的小鞋 也要注意自己的尺寸是否適合 非常長度的部分就可以先把鞋帶綁好 再看看後面是否留有一公分 來稱你的鞋子是否適合自己 寬度的部分就可以看到前面的這個鞋栓 前線的部分它都會說明尺寸 你就可以知道這個鞋子是否會 容易讓你的找磨破皮之類的 另外呢 還有那個內鞋程度的不同 也會使你常常有傷等等的 然後內鞋的部分就是有分這三種 每一種也都有它適合的不同的鞋款 這樣的話 就可以簡懷你有傷的機率 而它磨寸的情況也是有種不同的 像是以紅色的部分就是較容易磨寸的地方 宣傳反應 這張照片是正班同學聽到我們的宣導後 李浩鞋或下鞋子看自己的鞋算有多大 陳班同學邊吃飯邊聽我們精彩的宣導 這張照片是我們到各班宣導的照片 下一個問卷分析的部分 我們利用問卷調查來瞭解 大家對於運動選鞋的一些方式以及想法 然後這張表格是在說 他們認為應該花多少錢在運動鞋上面 而大部分人都認為1500到2500是比較合理價錢 而這個則是實際價錢 實際價錢的部分 大家總是都花了2500到4000 這個可能是因為學生的經濟能力 以及認知的問題而導致的 而這一張譜責是 學生在買鞋通常是為了什麼問題 而大部分人都認為是必須 但是也有少部分人會因為炫復 以及追嘲而去買鞋 這些原因都有可能會造成 買到適合自己的鞋的主因之一 而這張譜責是說 學生認為買鞋最應該注意的點 大部分人認為實用性是最好的 但是還是有少部分人會因為品牌 以及價錢的問題去選擇那一雙鞋 這樣子也有可能會找到設計的鞋子 然後現在黃色的部分是正確的答案 題目就像上面講的 而黃色正確的答案的答對率是有超過一半的 但在選擇之後已經有大大的提升 就是上面紅色的部分就是正確答案 是有提升到C16.3%的 而這個大大的提升也證明了我們的選擇是成功的 我們今天是透過這次的研究 目前國中三隊一通鞋子認知有幾年會不清楚 第一點是少不算的學生 他們對鞋子的觀念信號的重要性不清楚 第二點是他們有收費因為鞋子的價錢 然後還有牌子找不到設計鞋子 第三點是對於運動鞋子的結構不清楚 然後我們對這個進行後測 然後打斷率要有很明顯的提升 然後我覺得這是研究給我們帶來很大的收穫 因為我們可以更了解鞋子特性一點 知道要怎麼選一雙最適合自己的鞋子 我們這個報告到此結束 謝謝大家 歡迎第一次帶來的發言 歡迎第二次見て 歡迎第一次看到的春日 班牌中英真 江家真 蠓凱宜 知道是陳漁衛帶來的水水輪聲 大家好 我們是班延伏班的專題研究小課 我們這次要分享的主題是關於喝水的 所以標題上的水就是喝水 然後用台語念的話是水水 就是漂亮的意思 所以想要藉由這個血淋告訴大家 喝水可以讓自己變得漂亮 這是我們的流程 研究動機 所以因為在新聞中很常看到有人 因為喝飲料導致身體出現危機 所以我們就發現說不喝水會造成身體的傷害以外 中喝飲料對身體的傷害會更嚴重 所以如果大家平常愛喝的飲料用水來淡淀應該會更好 所以我們想要介紹這次的專題研究 來鼓勵大家多喝水 研究動機 在台灣飲料店隨處可見 可見台灣人非常喜歡喝飲料 所以要改掉喝水的習慣應該 喝飲料的習慣應該很難 所以我們想要反過來之後 鼓勵大家多喝水 讓大家感受喝水的好處 我們希望不僅是在活動期間內喝水 而是五熟客到喝水 並把喝水的好習慣帶給生活 生活中遭的親人朋友 研究非常好的 我們本來是要從為什麼才會這麼愛喝飲料下體驗 好 發現其實是因為台灣的小孩被飲料太多了 尤其是已到夏天飲料的便宜都變得高 而大家卻忽略了喝水的感受減盤 是最好的選擇 所以我們也就主題說 我們為什麼台灣會這麼愛喝水 改成喝水的習慣 喝水讓我吃 我們上網查到資料有喝藥的壞處 喝水的好處 健康的喝水時間 以及一般人一天要喝自己的體重 缺30毫升 大約是在2000毫升 然後我們的研究步驟是 我們先把我們查到的資料 通通的程序一聽 跟班到同學們宣報 活動一 我們先請讓參加的人去量體重和健脂肪 之後發給他們一張紀錄表 請他們一個禮拜不要喝飲料 喝到足夠的水 並記錄身體有些變化 活動二 因為有人的心得也說 其實這七天以來看不太出來有什麼明顯的變化 所以我們在老師的建議下又做了三天 參加的也一樣是之前那四個 不過我們這次規定每個人一定要在學校喝海三瓶水 下課也會照大家集合在飲水機前面裝水 然後我們進入表內容有 活動、體重、體脂肪 活動名稱、日期後水量 然後身體有什麼變化 然後破解紀錄跟活動後體重、體脂肪心得 然後這是我們量體重跟體脂肪的照片 我們就以研究節 我們就以我們班上最壯的同學來舉例 可以看到同學二那裡 他活動前的體重是98.6 活動後的體重是98.3 活動前的體脂肪是43.8 活動後的體脂肪是42.9 從這裡就可以看出它有很明顯的變化 然後紅色的那裡就是 它是體重有減輕 但是可能體脂肪沒有那麼明顯 結果這一週的實驗後 有十位參與者 他們體重都有減輕 有八位他們的體脂肪也都有降低 身體變化那個前七一天 同學們都覺得好像沒有什麼變化 所以我們就在做活動 而我們要求每個人都要喝水 然後再去問問看大家的感受 有些人會覺得排便變得更順暢 有些人覺得皮膚變得沒有那麼乾燥 心得正常有同學寫到 他因為參加我們這個活動 所以每天的喝水量增加到2000cc 因為禮拜不喝飲料對現在的人感受很困難 所以我們實驗的參加的人也沒有很多 但是我們可以證明到 只要生活中不喝喊湯飲料 體重跟體脂肪都會降低 如果排便有無順的人也可以多喝水 讓自己的湯會變好 然後我們只要喝飲料幾乎對身體 沒有什麼好處只有壞處 如果剛開始沒有什麼習慣的話 可以先吃水果 用吃天然的甜分來代替飲料中的高果醣醣醬 所以我們覺得還是喝水最健康 我們的分享到此結束 謝謝 感謝 感謝 歡迎 歡迎 也是 八年中班 陳其瑞 李彥誠 王少羽 林佑彥 知道老師 朱彥榮 翁雪兒所帶來的 保特兵冷氣能否成功降溫 校長 各位老師 各位同學大家好 我們是 八年中班的專輯研究小組 我們研究題目是 保特兵冷氣是否能成功降溫 那這邊報道是在說 在非洲有人用保特兵 做出一個可以降無毒的冷氣 我們研究的目的是 想解決需要想解決太熱的問題 跟測試看看保特兵冷氣是否能成功降溫 保特兵冷氣原理是 風從水路平口 因為碰撞使兩次的溫度上升 所以風從平口水出來的溫度就會變得比較低 我們決問洪哲老師 幫助老師還有建華老師 洪哲老師告訴我們保特兵冷氣的原理 還有風速可能會使保特兵冷氣的數據有所差異 幫助老師建議我們用原型的保特兵 這樣可以避免風塗所產生的誤差 建華老師也是說 我們用風速劑來測量風速力 一樣也是降低誤差 我們研究的工具有 紙箱、保特兵跟紅外線的溫度劑 這是我們的設計草圖 我們會在紙箱上切八二孔的原因是 因為八二孔可以塞最多的保特兵 而我們在保特兵上面 剪掉五分之後的原因是 剛好剪掉五分之後的時候 它的質量是最大的 我們用保特兵冷氣做了兩個不同的實驗 我們第一個是 我們把保特兵冷氣放在床外 然後大瓶口朝外面 小瓶口朝教室裡 拿紅外線溫度機側檢外面的風 風的溫度跟自然風經過了 保特兵冷氣吹出來的風的溫度 第二個是 保特兵冷氣的實驗是 因為 是 把它放在地風扇前面 一樣也是 大的瓶口朝 地風扇小瓶口朝 外面 然後 也是拿 紅外線溫度機側檢外面的 地風扇的溫度跟地風扇的風 經過了保特兵冷氣吹出來的風的溫度 我們一共做了三次實驗 這是我們第一次實驗的數據 紅色的溫度是溫度上升 然後藍色的是溫度降低 我們發現時間越長 它要下降的溫度越低 所以我們做了第二次實驗 我們第二次把它的實驗拉長 從原本的間隔五分鐘 變到間隔十分鐘 然後 藍色的溫度一樣是下降 上升 然後 藍色的溫度是溫度降低 然後可以發現時間越久它的溫度越低 然後 它 30分鐘後 比原本的十分鐘還要下降溫度 然後我們 從第二個實驗我們發現它 風速越大 它下降的溫度越低 所以我們 第三次實驗我們 讓它溫度 風速 我們的風速是不一樣的 有大中小三個風速 然後 我們發現它 大風速比小風速溫度還要下降很多 然後 我們發現這個實驗 在時間越多 院久溫度下降的越多 然後 風速越大 它溫度下降的越多 未來上升 未來上升 我們將來會控制實驗的面移 讓它的無產變到最小 然後 我們會請教立花老師還有上網產資料 我們未來將會做出更有效的保特評分器 然後我們覺得這個實驗很成功 雖然溫度沒有降降的很多 可是很有成就感 然後我們未來會減少無常 製作出更有效果的保特評分器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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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歡迎 北貝中 北貢做為頭的夏祖賓 八年中班 陳藝林 黃伊凱 陳余佑 朱余凱 指導老師朱彥榮 龍雪兒帶來的 我要雙一桌球社 大家好 我是八年中班 陳余佑 我們專業研究機部是 我要雙一桌球社 研究動機 我們四個人非常喜歡打桌球 於是就想要利用這次的專題研究 來創立桌球社 然後並且向大家推廣打桌球的好處 我們研究目的 了解學校創立社團的規定 然後分析學生對桌球的喜好 然後並且在明年度創立桌球社 提高學校運動空氣 我們為了創立桌球社 我們訪問的老師 也了解了七八年級 對桌球的重視 還有熱愛的程度 這是我訪問老師的時候的照片 我當時問老師 我們創立生團會有什麼了解 老師跟我們說 我們會用設備、場地、老師 還有人數的那個條件 我問老師會遇到什麼困難 老師跟我們說 人數不夠、場地不足 或是設備不足 我們在做問卷的時候 我們之前常使用不夠問卷 但是跟電腦的資討論後 發現Google問卷的實踐率太低 所以我們改成了資本問卷 我們對七八年級學生進行實測 我們總共發了440張問卷 我們也全數收回 並且分期 第一題 請問您喜歡打桌球嗎 淺藍色的是七年級 深藍色的是八年級 我們發現 喜歡的人比不喜歡的人還要多 第二題 請問您是否希望 學校能創立桌球社 喜歡的人也是比不喜歡的人還要多 第三題 如果桌球社成立了 您會想加入嗎 同樣的 喜歡的人也是比不喜歡的人還要多 這對我們來說是個有利的條件 第四題 請問您想加入桌球社的原因 有86個人寫了好像不說完 也有些人寫了對桌球有興趣 第五題 請問您不想加入桌球社的原因 大部分的人寫 有其他想去的社長或是對桌球有興趣 研究結論 在四來四十位西班牌級學生中 有將近四分之一的學生 喜歡並且希望我們成立桌球社 然後有將近一半的人想要加入桌球社 研究結論 想要加入桌球社的人 大於不想要加入桌球社的人 然後從研究數據來看 創立桌球社很有發展的可能性 我們將於明年度創立桌球社 也歡迎大家加入我們 謝謝大家 我們先請邀請大家 我們來歡迎北高洲 北高洲夏春季 八年校官徐勳廷 黃曉依 陳宣奇 製造老師翁雪兒帶來的茶櫃大紀錄 各位老師同學大家好 我們是八年校官專題小組 我們今天的報告第一是茶味大紀錄 研究動機 我們生長在一個非常適合種茶的地方 三峽 而三峽和茶有非常深的歷史淵源 加上班上做的許多旅茶相關的活動 不論是泡茶 採茶 或是參觀茶場 都讓我們對茶友更進一步的好奇 而且茶是一個非常深奧的學問 不論是它的來源或是它的製作過程 都要我們很值得去研究或是探訪的地方 研究目的 我們想要藉此了解茶的起源及文化 還有市場接受度 還有茶對人體的影響還有口感人比較 研究方法 我們透過文獻探討法 文卷調查法 還有圖表分析法 還有實地探查 研究的導賞 接下來我要介紹的是茶羽三峽淵源 因為桃子角位於三峽陰各 以及樹林的交界處 所以它有豐富的文化資源 而且三峽不能是地形還是氣候 都非常利於茶葉的生長 我要介紹茶的起源 在青桃時期 由於棲林發現茶的經濟價值 因此在之後的開港通常大 量將茶葉出口到國外 在日子時期為台灣茶葉的黃金時期 這時候政府積極培育 與茶葉相關的人才 並甚至茶葉傳奇所 在光復初期 由於技術的進步 並所以將茶葉銷售到國外 再來我要介紹這三條最有名的浴茶 碧蘿唇 它會叫碧蘿唇 是因為它的茶的顏色 就是碧綠的顏色 蘿是因為它的形狀像鐵蘿 春是因為它在採的時候 採茶最嫩的地方 所以喝起來有清新的味道 再來我要介紹的是三條最有名的紅茶 蜜香紅茶 它以紅茶的茶種可分為 大葉種紅茶跟小葉種紅茶 然後我還要介紹的是 它的最大的特色就是呢 它在茶葉生長的過程中 由於這個小綠葉蠶的啃食 所以呢 它會有蜜香的味道 然後 同的茶種不同的發酵程度 會做出來的茶口感會不一樣 像是紅茶是完全發酵紅茶 完全發酵的茶 它的口感會比較的濃郁 然後綠茶是沒有發酵的茶 它的顏色會比較淺 而且味道會比較清新 經過研究指數發現茶匙是成年人最好的飲料 其中包含了十多種的生素脂肪及蛋白質 它有助於燙氧化還有預防輻射傷害 其中紅茶可以促進一絲 如果想要促進一絲的話就 喝吧 如果你想要降低膽過程就 喝吧 如果想要預防的話 喝吧 喝吧 那接下來是溫泉嘴骨的氣 我們首先調查是同年齡層 對茶的接受度 那從補充可以吃到吃 然後四歲的時候就是最高的 那這一個則是四歲最強的 那我們也調查大家喜歡喝的茶種 這邊想問一下最喜歡喝奶茶 你可以幫我取個手嗎 那紅茶的 那綠茶 烏龍茶 那我們也可以很清楚的知道 喜歡喝奶茶跟紅茶是 以學生居多 那綠茶及烏龍茶只是 以施展比較多一點 那大家平常會用奶奶茶 其實大奶茶在部署的人 會到便利商店買茶 因為便利商店現在到處都有 非常容易取得茶 那比較少人會到原產 你去買是因為它比較麻煩一點 那大家喜歡喝泡茶的方式 就像剛剛講到大家會直接去便利商店購買 因為是最方便的方式 那冷泡機熱泡的差異值是非常少人 那接下來是茶道機泡茶的方法與流程 比較重要的是出湯物中的地方 那這是茶中 那這邊赤樁已經泡好的茶湯 因為茶葉泡酒會變苦 所以我們為了防止它變苦 我們就把它倒入茶中裡面 然後再來粉杯 那這邊是茶器的版社 然後這是我們之前搬上去參觀茶廠的流程圖 然後這是我們在茶園的照片 然後在採茶的時候 老闆教我們要採茶的一心二頁 因為他這樣子採出來的茶做出來 他會口感會最嫩 然後這是我們參觀茶廠 老闆為我們介紹與茶相關的製作過程 然後之後我們還到茶房品茶 這是茶堂的老闆 那接下來是心得 那經過這次的研究 我們也對茶葉對台灣的影響其實一直有更多的了解 以及現在茶葉的事情願意從來改變 也讓喜歡喝茶的越來越多了 我們也發現茶不再侷限於老年人喝 現在在年輕人當中也出去了一股不同的風潮 喝茶則喝少了你 我們的報告到此不謝謝大家 好 校長各位老師各位同學大家好 我是八年人班的于婷軒 現在我們要花表我們的專題 青少年上課睡覺之情景 研究動機是 虛待學生上課睡覺而認體日益嚴重 常常出現老師在台上認真講課 同學卻在台下呼呼大睡的情況 因此我們想藉由專題研究 來調查同學們上課睡覺的原因 進而改善同學上課睡覺的情形 讓課程進行的更有效率 而我們的研究目的是 藉由專題研究探討同學們上課睡覺的原因 再以一命對策來改變同學們上課睡覺的情形 增加上課的效率 老師也不用多費心在班級秩序的管理上面 同學們也能輕鬆學到更多的知識 時間不會白白的流失 整個班級的學習氣氛也會變得更好 而我們的研究方法是 我們將必用問卷調查法 收集同學們的問卷來進行調查 再以統計圖料法來分析同學們上課睡覺的情形 這是我們的研究流程 而睡眠的第一是 在睡眠的最初幾小時內 大腦梯底部的腦垂體會施放出大量的生長激素 而這種生長激素會促進體內蛋白質的代謝 從而促進體內細胞的修復 讓我們的身體的倒數放鬆於休息 接下來是甚麼都打瞌睡 打瞌睡是當人體氧氣含量占低時會產生打阿欠而炭氣的情況 供應大腦的血量減少就會自動進行保護室調整 降低興奮性 人們就會因腦組織的自我抑制而產生混感睡意 接下來是我們對上課睡覺的原因探討 前一天沒睡飽 有許多同學前一天因為補習不太晚或是熬夜玩手機的情況 而造成前一天沒睡飽 隔天失晨無期想要上課打瞌睡 而第二點是老師教的我都容易貫通了 現在有許多同學都去補習班補習 補習班會提前幫同學們預習 還會幫同學們二次複習 因此老師在上課的時候同學們都已經學會了 就會想要上課打瞌睡 而另外一方面的人是因為他們本身學習利好 理解利家 所以老師講一次他們就聽懂了 就不用再聽老師幫同學們二次複習 第三點則是老師教的我聽不懂 現在有許多同學因為國小的技術沒搭好 造成寫進不上國中的課程 所以上課想要打瞌睡 因為覺得反正聽不懂 然後認真聽了成績也不會進步 所以就上課打瞌睡 第四點是覺得老師教的內容補兆滑味 現在很多同學是為了會考而讀書 學的並不是自己真正喜歡的內容 因此在上課的時候都不會認真聽 就會想要打瞌睡 接下來是學生如何改善上課打瞌睡的學習策略 第一點則是早點睡 早點睡可以讓同學們的睡眠時間增加 休息的時間也可以增加 到上課的時候才不會因為睡眠不足而打瞌睡 第二點則是加強自身的學習動機 同學們可以在上課之前先加強自身的學習動機 先離結堂課到底要上什麼 才不會在上課的時候不懂老師現在講的是什麼 而想要上課打瞌睡 第三點則是保持環境通風 如果有時候你覺得睡了很飽 但是還是想睡覺的話 可以看一下附近的窗戶是否都是打開的 因為如果窗戶緊閉的話 無法造成空氣流通 就會造成想要上課打瞌睡的情況 第四點則是維持情緒的平穩 維持情緒的平穩可以減少同學們失眠的情況 才不會造成想要上課打瞌睡 隔天睡不飽的情況 接下來是老師教學的策略 老師可以在上課的時候增加一點趣味性 例如上課增加小組活動 或者是有獎爭打之類的 可以讓同學們更專注於課程 不會想要上課打瞌睡 第二點則是改變上課語調 如果上課語調都是平平的話 同學們容易想要打瞌睡 因此老師們可以試著改變上課語調 讓同學們更專注於課程 接下來是我們對同學們進行的問卷調查 我們的第一題是具有打瞌睡經驗的人數 75%的同學都有上課打瞌睡的比例 接下來是同學們上課睡覺的原因 同學們最大上課睡覺的原因是因為昨天沒睡飽 而第二大則是因為老師上課的內容我不喜歡 而沒睡飽的原因大部分的同學都是因為熬夜玩手機 而第二大部分的同學則是因為補習不太晚 接下來是同學們停時幾點睡 大部分的同學都在九點到十一點的時候睡覺 接下來是結論 同學們昨晚沒睡飽 昨晚沒睡飽是同學們上課睡覺的主因 昨晚沒睡飽的原因則是熬夜玩手機和桌 不惜不太晚 因此我們認為不惜不太晚跟上課睡覺是一種惡性循環 因為上課睡覺而沒認真聽老師上課 造成成績不理想父母就會送小孩去補習 但是補習不到太晚又會造成同學們上課睡覺 形成一個惡性循環 而熬夜玩手機這下原因就必須靠同學們的自知力來改善了 謝謝您的聆聽訴訟大家上課不講得睡 十月辛苦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謝謝